皆知漢文,鄉村學校蕭石山林間兩個月前的五個小孩的校長賺人易雷, 貴在電影故事其實是真人真是熱心校長粉身救校,自是催淚, 但讓我思考最多的,是在這個教育政策亂七八糟的年頭, 原來仍有這種在洪流中堅他讓教育變質的鄉村學校2003年, 教局開始殺校,那一年,五十四間學校收到殺校令, 當中不少是村校駱惠燕博士在殺校朝聚盛時, 四出收集村校歷史,造訪過的學校有近百間十年過後, 過百村校餘下不足二十所,他整理出村校從中國傳統教育演變 至現代學校體制的軌跡者天,他與專家和村民帶我們到元朗下村, 從中辭,書室走到逃逃過被殺的村校, 從踏一片村校走過的路二百間村校殺勝二十間1970年代, 香港出生略正直高峰期,這也是村校最多的時後, 羅博士說,當時有紀錄的,若有二百間, 但還有很多不在紀錄之中,我估計,有三四百間也不足為期後來, 村校逐漸適眉,在經歷殺後朝後,現在只如不足二十間仍然運作, 其餘的,荒廢的荒廢,消失的消失者天走到元朗下村鄉, 還能看見有上百年的督督齋,書室,村校校舍, 算是很難得的了翻看之了,夏村鄉早在明朝中葉奏建村, 當時原居於錦田的部分鄧族人,認為夏村近海有利發展如鹽業, 於是在這裏僻村定居,一直是相對富庶的村落後來只酸繁顯, 夏村再分立包括身為在內的圍村原子學屬傳統鄉村學校, 與市區學校不同,不只因為地理為之有意, 還因為多成在了一份中國傳統香港的鄉村學校, 源自中國學屬傳統,歷史可追溯至明朝, 甚至更早留博士在新書藍天樹下新界鄉村學校旅說, 這些年代久遠的學屬,雖寄予於民居,沒有名字,沒有被統地記錄, 但應該自有村落以來,就已經存在了到了英軍等陸香港之後, 新界仍一直原集傳統,實力較大的種族為了培養時指應考科舉而設立書院, 書實,那時清朝末代的事了清朝滅亡後, 新界學屬開始仿照民國學際,再過度成為有獨立校舍的近代學校, 都由民間推動,政府小干預及自戰後,人口急增, 政府開始投入一半經費,鼓勵民間辦學, 五零年代於是興起一股建校潮, 這也是香港鄉村學校的黃金歲月羅博士說, 那時一段民間社會史,那個年代, 幾乎每一條村都渴望擁有自己的學校、村教對於村民而言, 二而其實不單是一座建築物,校社及周遭環境都是其早父輩便手之竹, 努力耕耘的成果村校開始走下坡,是70年代中期的事, 香港人口出生率下降,學童人數逐年低減, 加上新市陣陸續發展,向村居民外遷, 村校學生人數到了九零年代,才有突然上升, 事關屯門難民營的越南船民獲准在港居住, 村教正好可滿足船民子女的教育需要不過, 這只讓村校得意苟然殘存,03年開始的實校潮, 成為了村校的催命符但羅博士認為,村校色味, 並不代表它沒有存在意義,它眼中的村校, 不少都有生命離村校的自然環境,大樹環抱, 錄音片地,小班教學靈活彈性,師生關係親密, 入學主流學校後,不少家長替孩子轉到村校, 到時從中央派位不能反映出來, 村校猶如一線氣窗,填補主流學校的不足, 可惜這樣的氣窗並沒有得到應有的 仲是南天樹下新界鄉村學校作者,羅惠燕出版, 三聯士宏書室舊時督播齋歷史博物館館長今年來過, 看得這個牌匾,說書室萬一塌了, 最重要是這牌匾留得下71歲的身為村民鄧繼良美叔, 站在士宏書室四個大字下,慎重地說起來牌匾旁, 還有歷史悠久的八仙圖壁畫美叔說, 連同士宏書室在內, 這裏本來有四個書室,有四訪人所見士宏書室, 建於1900年,光水26年,1914年曾經重修, 現在列為二級歷史建築士宏,是美叔的夜夜, 不過書室並不是由他見,是他的三個兒子為紀念他而命名垮門而進, 兩旁是關上門的房間,有邊房間門外,有適性兒子, 大廳現在抹抹抹以,像一片空地,正中央的牆上有用藍色寫的禮異廉似美叔說, 舊時書室有八間房,都市級學生居住,一間屋才四百尺,未有家計會, 父母子女共十幾人住在一起,有些讀得書的,就住進書室, 也有些是讀書的,為考功名而住在者裏勤讀書他說, 書室的學生往時真的考過功名,國學,公園都有大約到了戰前時期, 書室開始荒廢,直至1980年代,書室又再有學生來想學, 那時候才在牆上寫上禮異廉似四字,造了幼稚園羅博士在書中提到, 清代新界的學屬,多在富裕而有餘力的農村出現, 因為有經濟實力的種族才會見中詞,再見學屬, 用以教育家族後代讀書式字他說,有規模的清代舊書室, 至今被發現的大約有六十個下村等時中詞也用來想課者 指導元朗漢鄉村學校,其中一站,美宿帶我們來到下村的鄧市中詞 這個下村的必有景點,其實與村校並非沒有關聯, 羅博士在藍天樹下新界鄉村學校提到, 新界村校,不少前身是從祠堂發展而來的傳統學屬, 又或是設於民居或中詞的家屬而者座鄧市中詞背後, 其實有一座議庭辦的有功學校,屋頂是中式雅頂, 羅博士說,推斷者所學校也一樣,前身本來是依附中詞的私屬, 後來才在後院建獨立校舍,幾年前來者女, 患是一個廢墟的樣子,雜草重生,現在復收過後, 才能更切實地想像當年的規模鄧市中詞,又名有公堂, 建於1750年,至今已有265年歷史,2007年被列為法定估值, 此內具歷史價值的建築構建和文物,至今保存完好, 現今仍是夏村鄧族重要的自和職聽場所鄧市中詞屬於三進兩院式的清代民間建築, 後院有兩個雙坊,後進民間是供奉祖先神偉的神坎, 上有牌匾,寫著歲院流芳, 歲,不是交稅的歲,歲院是一個名咸, 清朝皇帝班下來的美宿站在祠堂中央, 指著了邊的雙坊說,我以前就在這裏上堂, 宗辭後面,就是有公學校, 名字源自宗辭的名字宗辭,學校, 連同另一邊用作招待客人,及後用作教師宿舍的禮賓樓, 建築物三位一組,1950年代,學生數目增加, 鄧市中詞部分地方也用作課殺美宿舍, 當年學費兩元一個月,中詞旁有個文昌綱, 不用考入學師,上住鄉就可以有公學校在日漸期間增經斷續辦學, 戰後重開,1952年成為政府資助學校, 62年,學生多達750人,學校開班總數達18班, 兩年後,有公學校在夏村鄉新生村建新校舍, 這女就完成了歷史使命被塞白泥校埋葬教育理想2003年, 教統局開始失效,羅博士在三年後開始和研究團隊, 收集當時五十多間仍然存留的鄉村學校歷史 當年有收到被塞通知的夏村鄉白泥公立學校, 並不再研究計劃裡,但這天羅博士來到白泥學校外, 說起他的故事,還是會更曰白泥學校的故事, 有點像五個小孩的校長,同樣有個願為學校奮不顧身的校長他在1968年建校, 兩年後,一個來自黃大仙的教師中瑞映到白泥上班, 後來當上校長,從此在白泥度過35年, 直至白泥學校被殺一天中校長後來在紀念看物中社, 當年上班,他要在早上午時起床,幾經轉折,到了樓浮山, 在泥泥的路上邊走邊等白排車,所以有一段時間, 他一直寄宿在校間夫婦家裡因為偏遠,沒學校, 白泥村當年有不少孩子失學,他說學校起初有不少超齡學生, 80年代是黃金期,位置偏遠於此的學校,學生人數有達200人不過, 因為天水圍發展新市鎮,鄉村居民遷移,學校在90年代開始走下坡, 學生漸少,教師也走了不少,在艱難之時, 中校長親自駕車接送天水圍學生,也開始英語教學托元。 98年,學校曾接收屯門難民營學生,後來也有招收尼泊爾籍系統不過, 白泥學校最後在薩校朝中首當其衝,被迫停辦。 中校長回憶,說白泥城在的不止是師生,村民的真誠, 還有一代教育人的辛酸和理想同場家營, 下白泥雕堡在白泥學校北遠處,有一座樓高兩層的建築, 外觀看起來像普通以專砌的平房者是一座四方形雕堡, 由追隨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黨人所見,是為一九一零年左右,即是廣州新軍起義前後, 二零一一年列為法定古籍白泥學校所在的下白泥,在清末時代, 是孫中山革命的基地之一選指元朗黏灣的下白泥,原因是它面向後海灣, 二十世紀初,這類是人籍刊誌的地方,沿岸的長泥灘和重林有利的藏, 在廣州的革命黨人,可從水路逃至這類一九零一年, 香港富商女幣的三子李己堂,先在屯門山石灣一大建青山農場, 儲存軍械,試行射擊,及後也曾經接濟因革命運動逃亡的人後來, 在維州起義中刺殺兩廣總督失敗的鄧陰南逃至香港, 在下白泥梁著坑口建立刁堡造基地刁堡以青磚建成, 外牆有槍孔者女附近原見有道米莫芳、練堂廠,但早已被拆射。